今天讲解,羊鸟五不该 第一不该,玄鸟羊鸟,五主见 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各执一词 偏听偏信 羊鸟最忌讳的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自己不知怎么羊鸟 向他人讨教,这本来也是好事 但是羊鸟都是个人的经验组成 这个人的经验和那个人的经验或许有所冲突 而各地区的鸟所处的环境不同 在那个地区造用的经验 到了自己这边或许就不太适用 而如果一味的盲目相信他人的说法 将这些知识补补贴贴凑成自己的 却不一定适用 第二不该,今天喜欢这一只 明天喜欢那一只 口味如风,随意改变 虽是土豪也不可频繁换鸟 要咬最讲究耐心 再好的鸟,如果养几天就不想养了 自然也没什么作为 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养多只鸟 一只鸟叫两只鸟鸭,三只四只难出精品 如果本身实力过硬,对自己养工有自信 我这自然是一句废话,如果本身没有经验 却还胆气不小,自然会掉到坑里面去 第三不该,饲料搭配全凭心意 爱鸟要得最好,好药最贵,营养全面大不特补 其实养鸟用好料,本来没有错 错在鸟本身的体质不行,一些底子嫩的鸟 它们就像饭碗,而一些底子好的老鸟 它们就行是一口锅 这好饲料就像是一口锅好料 你把一锅好料倒在另外一锅里,刚刚好 但是把一锅好料倒在一个碗里 自然会满意出来 鸟也如此,底子不到好料享福不了 第四不该,养鸟粗心大意,丢三落四 养鸟得要有耐心,细心,耐心,横心等等 喜欢养鸟的人心肠好,对于鸟也好 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能养好鸟 一些朋友养鸟的时候 不注意观察鸟的身心状态 鸟生病了也没有发现 鸟身上有了满虫没有发现 等情况严重的时候再来治疗 这个时候爱鸟已经元气大伤了 第五不该,懒惰,邋遢 懒人养不好鸟 养鸟的要遛鸟,遛鸟的要频繁有规律 这样子才能够上大性 如果偷懒不早起,自然鸟也不会叫 而且鸟还有经常洗澡和保持鸟笼的卫生 如果人懒得去打理笼子 鸟生活在邋遢的环境之中 自然越养越差 起不了大性,持续下去会导致鸟毁掉一生 这就是养鸟的五不该 如果你把这几种养好 注意到位,起不了性都难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一起来了解养鸟经验 鸟经验 鸟经验